我们一样从这个Q&A开始 这个有人留言给我 我记得老师说过 地府会让开悟者延寿 帮助开悟者可以一试解脱 不知道会延寿多久 会延寿到120岁吗 这个可能是家里头有老人家 这个身体比较欠安 所以提到这个延寿的这个问题 那么确实我们过去有跟大家提过 这个我们佛门除了禅宗之外 禅土宗也是很崇尚一试解脱的 因为这个禅宗和禅土宗有一个看法 禅宗又分成北派南派 我们说的是顿悟的这个禅宗 大家是比较认为你在轮回道里头 风险很高 风险很高 这个未必能够执欲正法 那么执欲正法之后 生活中的压力 牵引诱惑很多 你很可能修行二三十年 比如说二三十年 很可能终生都没有成就有可能 所以禅土宗或者是禅宗 都比较崇尚这个一试解脱 设法帮助有心追求一试解脱的人 能够如愿以偿 所以这个进入了一个天人合作的关系里头 那么到底要延寿多久 这个还有会不会延寿到一百二十岁 到这么老 这个我们来看看往下 虽然已经领悟了本来成佛的真理 可是有几种情况 还是不太可能延寿 这个我们必须要讲实话 也就是说一试解脱是一个理想 可是它不是一个保证书 因为佛无法度人 人也要自信自度 所以说虽然你已经领悟了 你也相信众生本来成佛 这个真理你都领悟了 我们常常提到 慈悲的昌天 不可能故意去创造一个二流的生灵 也就从开端的时候就赋予人很完美的佛性 里头是完美无瑕的 我们过去常常谈到这个观点 假设你也信 你也相信 慈悲的昌天 如同我们很多 有爱心的父母一样 不可能故意要把孩子生的 有残缺 有毛病 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就是要体解 你自己身上有很圆满的佛性 所以开悟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你能够体解到 你身上有圆满的佛性 跟诸佛等差无二 因此你才有可能向内去求 而不至于搞成心外求法 我们过去也常常提到 不是说心外求法不对 也不是说佛菩萨不愿意帮人 他们愿意帮人 你也可以心外求法 可是你总不能 一千年 一万年 一亿年 永远都在依靠佛菩萨的加持 那你自己什么时候长大呢 你什么时候可以把你的佛性 拿出来运用呢 佛性不在远方 就在你的身上 请问你为何不用它 你为何一直要去依靠 外面的佛菩萨 他们愿意帮你 毫无疑问 他们是慈悲的 可是他们也同时希望 每一个众生能够开悟到 你自己身上就有圆满的佛性 好 假设你已经开悟了 还有几种情况可能不会延寿 我们往下看 我们来看 这个叫可能不延寿 我们是拿了一个数学方面的图 或者是理财投资的图 各位来看 假设这个人 他的修为就是像起起伏伏的 可能花了五年 爬到第一个高峰 结果第一个高峰 又遇到一些事情 被勾引诱惑又掉下来 搞了搞了搞了 另外一个二十年后 又到了一个高峰 也就是说他到第二个高峰 可能已经是第二十年了 好不容易回到高峰 结果又遇到了一些 红尘的勾引诱惑 又掉下来 所以到第三十年的时候 可能还在 还没有回到高峰 这个时候你已经遇到 大限要来的问题了 请问地府会不会给你延寿 地府在过去一段的时间里头观察 你的起伏很大 上上下下 所以地府可能不会给你延寿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你过去的风格 态度 他已经知道你这个人 就是这样子 就图形上面这一种 我们再往下 这个也是可能不延寿 各位来看 这个从最左边开始看 刚开始它有点下降 后来好不容易努力修上去了 可是又遇到了一些 红尘的勾引诱惑 或者人与人之间的吵架 火烧功德林 又飙下来了 然后觉得不对劲 又往上冲 又被诱惑了 又往下掉 觉得不对了 又赶快往上冲 冲到冲 哇好棒好棒 花了五年十年 又到了一个高峰 可是又遇到了红尘的某些事情 一牵引一勾引 哇又往下掉 又觉得不对劲了 老了都五六十了 快冲 又往上冲 冲到六十岁 又跟人家吵架了 又往下掉 各位 不要再找地府了 先问问你自己 你到底有没有决心解脱吗 不要问地府 问你自己 你这样子的一个曲线图 你要地府怎么帮你 自己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的 好不再往下 这更可怕 这是稳定向下发展 逢红尘的勾引诱惑和压力 必往下掉 好不容易从最左边开始 有一点往上了 一点什么东西就往下了 又上去一点 又再往下了 又上去了一点点 再往下 然后各位依此类推 到最右边 整个就是 也就是说 各位你可以观察 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偶尔看他有一点进步 绝大多数的时间 都不太进步 甚至于你跟他说 要好好的修行 他会觉得你浪费他 美好的人生 这种人很可能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 经过了 可能到老了 可能到最后这个点 已经六七十岁 已经可能要讨论 严寿的问题的时候 地府可能不会严寿 还是那句老话 你问地府那么的元寿 应该问问你自己 你到底有没有心 一试解脱 如果按照你这种曲线图的话 地府不会给你元寿的 因为没有用 你只会持续往下 我们再看下一个 这种就可能元寿了 他从认识了解脱心法之后 就开始认真的做定刻修行 各位来看这个 先看这个浅色的线 他就慢慢地上去了 慢慢地上去 然后又有点挫折 又有点下来 可是他不让他自己下来太多 立刻上去 各位来看 又冲到一个高峰 他又一点诱惑 又掉下来了 可是他不允许自己掉得太多 马上冲上去 又一样掉下来一点点 马上冲 又掉下来一大段 不行 激励自己不能再下来了 又往上冲 以此类推 各位 这种人 也许你们在道场中 也可以看到 他就是一个 修行很精进的人 他决定要拔除根性脾气毛病 绝对是做到底的 做定刻 绝对不会忽冷忽热 所以可能也是走到了最后了 可能也是六七十岁了 或者是更老了 这个时候觉得自己还没在阿罗汉 就问问苍天 有没有机会延寿 各位 这种情况 我们说是可能延寿 也就是说给大家看了好多张图 最高成天 会以你这个人生是怎么过的 来做决定 如果你的人生 再往上看 你看这个上上下下 这个地府就不必再给你延寿 为什么不必延寿 因为你可能也不会上来 而且各位要了解 我们未来人间的都是有业障的 你是有很多冤亲在主 会找你算账的 有时候你自己看看你的人生 你先不要去幻想你未来会多好 你先看看你过去的几十年过得怎么样 是不是起起伏伏的 你这个时候还想不通 还在这边 修行也是起起伏伏的 那这样子人家当然不会给你延寿 因为 冤亲在主会指控 各位要了解 最高成天办事 要非常的公平 他不只是爱你 他也要公正的对待 你曾经伤害的冤亲在主 再往上看 这种的这个都不可能 都起起伏伏的 好 我们回到文质稿 这个我们来看有几种情况 你就可能不要谈这个 会这个严寿 我刚刚看路线图 他就看得很清楚了 你可以看看你是属于哪一种人 好 第一个是不认真修行的人 哎呀 请他做一个定课 很可能他都会觉得 我们在浪费他的时间 那这种情况 或者是请他来出席灵修会 就好像在破坏他的人生一样 如果有这种观念的话 这个不可能 你真的不会一事解脱 所以啊 这个天之辈问这个问题 我真的很感谢他 他挑起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我们过去确实谈到 为开悟者元寿 可是有太多的例外 我们也成立了快十年了嘛 这十年中大家可以看到 有很多人真的不认真修行 请他出席 甚至请他祷告 他都很生气的 所以这个怎么可能 我们去兑现 我们创办的时候 跟大家谈的那个 元寿的那张支票 怎么兑现 然后第二个 可能他有在修行 可是他不愿意蜕变 也就是修行的 十年二十年 老毛病还是一样 这个大家自己应该都心里有数 每个人自己心里有数 老毛病都一样 都改不了 这个就是一个危机 这是一个危机 还有第三个 时常害人 这个也是我们天洁之中 在做解脱教育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就是不可害人 我们一再地强调这个点 为什么我们要一再强调 因为它会有反作用力 你害人一定会回到你的头上 各位你不要不相信英国 他一定会回来 一定会回来 所以一回来之后 你就完蛋了 因为你被你自己干掉 所谓英国法则 就是你在舞台上面 人生的舞台上 你一定会遇到你自己 也许你觉得那件事情不重要 所以你就很草率地去面对 我们常常会这样 不管是家庭的事 办公室的事 道场的事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 这个不重要啊 我就随便草草率率地去面对 可是各位 当你明年后年 你有事的时候 你周围的朋友 可能也会觉得 你那个事对我来讲不重要 他也不理你 你知道吗 你的不重要 你的清帅 有一天会回到你自己的身上 也许可能你在办公室 或当学生 或在家庭 各个地方 你常常觉得这个事 我觉得不重要啊 关我什么事啊 各位 你就要确定 你未来几十年的人生 当你需要援手的时候 你周围的朋友不会跟你说 我觉得那个事也不重要啊 关过什么事啊 有没有可能 你会碰到 我跟上有可能的 英国法则叫做原版复制 所以说我们常常提醒 这是我们在修行过程中 要一再地提醒的 因为有时候很多人 为什么修了二三十年 都没有进步 很多地方就是因为他 被自己的反作用力弄掉了 你们知道吗 反作用力一来的时候 你会很烦躁 你知道吗 你会很烦 你怎么修一真法界 反作用力一来的时候 你很烦 很气 很无助 心很乱 那这怎么可能一世解脱 所以你们最聪明的 就是不要让反作用力 扑上你自己 当然如果是属于 吉祥的反作用力 那欢迎 那你那个不吉祥的反作用力 你要去避免 比如说你常常行善 你常常 这个这个这个 帮助周围的朋友 那反作用力是什么 就是很多人会帮你 那这个很好啊 这个很好 这个很好 所以反作用力 你自己要去掌握 那个害人的事 你在做的同时 你一定要去想 这件事会回到你头上 各位你在做之前 你先想这个事会掉到你头上 看你还敢不敢做 所以短短的一生 你单单反作用力就障碍你了嘛 所以为什么刚刚的曲线会往下 搞不好那个就是反作用力回来 你在那个时间点 你很烦 很乱 很气 所以火烧功德力 就往下掉了嘛 第四个 这个就牵涉到前世了 有障碍人家修行的业障 这个地方我们也提醒过大家很多次 你不要看人家在修行 你就设法把它挡掉 但是我们要强调的 有很多人挡掉 他不是恶意的 真的很多人不是恶意的 他只是认为 我认为你不要一天到晚再祷告啊 我觉得你祷告太浪费时间了 我觉得你应该做什么 他有他的想法 而这个想法有时候是出于善意的 因为他对祷告不了解嘛 所以他也不是恶 他只是觉得 你一直坐在那边祷告干什么 或是看到你打坐 我以前啊 有学生就跟我抱怨 他嫁给一个老公 这个老公很差 每天晚上要打坐两小时 他把我看成什么 他去打坐了两小时 把我看成什么 我就跟学生说啊 总比他到外面去混两小时好啊 你应该鼓励你老公 继续打坐两小时 至少 他越打坐 心越干净 而且他是在你眼皮底下打坐嘛 他又不是跑出去玩 你看看像这个 我这个学生啊 他就很抱怨 后来也想跟 他的老公达成协定 以后我在家的时候 你不准打坐 因为你要重视我 各位来看 这算不算是障碍人修行的 这算不算啊 我们也不敢说 这一定算 可是如果这个 他先生很疼爱他 因此可能就把打坐这个 就停掉了 就停了 因为我要爱你嘛 你在家的时候 我就 我就再也不打坐了 就一直陪着你 聊天也好 散步也好 看电视也可以 我爱你嘛 所以就顺着你 各位 这是很甜蜜的一个画面 可是您认为 这算不算是在障碍人家的修行呢 六道轮回 苦 就苦在这里 因为你觉得很寂寞 他又在那边打坐 你很气啊 所以你难免会 为自己说些话嘛 你一直在那边打坐 一直在那边祷告干什么 为什么不陪我 可是你不知道 你的那个他 今生可能一事解脱的 结果因为陪你 他又进入了轮回道 您知道吗 假定地府 仔细地审判的结果 这个人本来是有机会 一事解脱的 因为你的 这样子的要求 他也配合你 因此他就没有一事解脱了 那这件事情 就会构成一个 我们第四点所说的 术士的业长 可是大家不要太草率地去判断 不要太草率地判断 这个就是障碍道人 不要草率地判断 我们地府在做判断的时候也是很慎重的 他会去查 是不是因为基于你的要求 他停止了祷告 停止了打坐 陪你 结果 后来没有一事解脱 进入轮回道 到这个程度才叫做构成 所以我们也不要太快 就说你这是障碍人家的修行 总之 假设你有这荧幕上面 这四件事情 你非常有可能 没有办法帮你延寿 好 我们再往下 至于地府会延寿几年 那这个真的是不一定 这个不一定 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每个人的决心也不一样 但是他问 有没有可能延寿到120岁 当然有可能 甚至可以延寿到126岁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如果这个延寿可以帮助你一事解脱 最高成天 地府一定会帮忙 好 再往下 我们这边来谈一谈 谈延寿 我们不如精进不屑 这叫做与其依赖延寿 不如精进不屑 这个是在圣经马太福音 有记载12章43到45节 来看一段 乌鬼离了人生 就在无水之地 过来过去 寻求安歇之处 却寻不着 各位这个 这个耶稣啊 他在讲这段的时候 他是在讨论 有一些他的门生地址的一些现象 也就是说 他帮一些门生 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了 赶出去了 赶出去了之后呢 这个鬼就在外面游荡 过来过去 各位看第二行这四个字 鬼就到处游荡 因为他没有到解脱道 然后寻求安歇之处 各位最后四个字把它画起来 却寻不着 各位 这里头是在描述鬼界的一个现象 耶稣用他的法力 把他的门生的鬼从他身上赶出去了 赶出去之后 这些鬼呢 就在鬼界里头晃来晃去 各位 他要安息一只地 各位找不到的 因为你没有解脱 就是无法安息 地球上没有永远的安息 各位 你看鬼界 这是耶稣跟大家讲的话 寻不着 所以鬼为什么喜欢附在人的身体里头 因为他以前有身体 他到处跑 他不如回到你的体内 借尸还魂 所以各位 这就是耶稣在描述 鬼赶出去之后的现象 各位 他是寻不着安歇之处的 再往下更可怕 于是就说 这个鬼说 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 耶稣不是把他赶出去了吗 可是 各位请把这两个字画起来 回到 回到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驱魔祷告 要变成定客 因为你猜鬼界来看 你就知道 他想要回去 你的身上 各位 鬼都想回去 为什么 各位了解 鬼界的生活不好 鬼界的生活品质不好 那不是一个安歇之地 能够找到一个人的肉体 住进去 那是一种高级的享受 所以他想要回去 到了 各位来看第三行 到了 回到这个人的身边 一看 就看见里面 空闲 这两个字先画起来 空闲 打扫干净 修饰好了 而看里头 哇 这个 以前他住的时候 把这个人的内心世界 搞得乱七八糟的 忽烟瘴气的 所以这个人 他就找耶稣求救 结果他回来看 打扫干净 修饰好了 哇 很棒啊 可是有一个缺点 各位看这两个字 空闲 耶稣的意思是说 他这个门身 停止修行 停止修行 停止驱魔 停止祷告了 开始又走 原来的生活的路了 空闲了 好 往下看 便去另带了 七个比自己 更恶的鬼来 都进去住在那里 把这个七个 把它画起来 另外带了七个 这个七个 各位来看 各位 你要知道 这些没有解脱的鬼啊 心地很坏的 你那个时候 找耶稣 把他赶出去 他以后会找人来 K你的 你要知道 这个不是我讲的 各位去查圣经 这是圣经的记载 也就是说 各位要了解 鬼在你的身上 已经做主为王了 结果你找一个高手 像耶稣这种 正道的大师 把他轰出去 轰出去以后 他当然很气啊 你找人弄我啊 所以他就找七个人 来报仇啊 你知道吗 因为他一个 打不过耶稣嘛 或是打不过耶稣的门生 他就去找七个来 为什么呢 各位 虽然你这个人 一时空闲 刚刚我们看到 你可能一时空闲 可是天使会保护你 还是会 还在保护的范围内 所以他为了 达成他的目的 因为他看到 你已经开始空闲 他机会来了 因此他就找了七个 比自己更厉害的鬼 把那个保护你的天使 把打败 干掉 所以都进去了 把这三个字画起来 都进去 住在那里 那人幕后的景况 比之前更不好了 这邪恶的世代 也要如此 耶稣在说 这个邪恶的世代 你们都会碰到 这样的事情 你们都会碰到 各位要了解 地球不是一个解脱道 地球上面的人 充满了报复心 你能够碰到几个鬼 没有报复心的 那可能他就不会 在这个轨道 他会到高一点的 这个境界去 这个地方 很多都是充满了仇恨 充满了欲望的 你竟然敢找耶稣 来把我赶出去 各位难道这个人 要永远被你鬼附 他不能找人救他吗 你这鬼也太不讲理了 所以耶稣就会跟他吵架了 枪子夺理 你占人家的身体 还说人家要对付你 你干嘛占人家的身体 出去 是啊 可是他又会回来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从往昔到现在 一直提醒大家 要做定课 你这个祷告 你不能停太久 因为你要知道 你现在是在南沿浮体 六道轮回界 很多的亡灵跑来跑去的 他当然不高兴地把他赶走 各位难道你要让他永远 让你卡到阴吗 你要被卡一辈子吗 你当然想把他弄出去 可是弄出去你就得罪他了 他会找七个来 也许不只找七个 各位耶稣所描述的 这一段记载 是鬼界千真万切的现象 绝对没有违言耸听 所以为什么修道人 一定要做定课 各位你看看 再看上一页 空弦这两个 怎么把它画起来 空弦 你怎么可以修行有空窗期 也许我们就想说 最近很忙 我这个修行先停三个月 停半年 各位 你可能回不来了 您可能回不来了 六道轮回 很难出去的 你好不容易遇到了解脱道 你还自己在那边空闲 因为我最近很忙 这半年或者这一年 我就先停止休息 半年后或一年后 有空了 我再回来 当然我们很欢迎你去放个长假 可是你回不回得来 我也没有把握 也就是说 为什么六道轮回是百千万劫 无有初期 人家古代很多大修行者都有这个感叹 感慨 感叹 感慨 就是因为他们实物上发现很奇怪 空闲一阵子之后 要再回来 有时候未必回得来 为什么未必回得来 你已经被鬼算准你的毛病了 他在吃定你 而 这个时候最聪明的事情 就是 重来你要空闲 要放松 要松懈 不要松懈太久 我觉得三天就够了 古人不是说 三日不读书 面目可真吗 我是奉献大家 你真的要空闲 顶多三天就够了 你看基督教啊 在犹太教时代 就要求七天 只能工作六天 第七天要回到教会 守安息日 其实这是在保护你们 因为这里头不是天国 这里不是西方极乐世界 各位要看清楚 这里是南沿浮体 你会被红尘渗透洗掉 儿儿不知道 你会被洗掉 它逐渐把你洗掉 所以教会才会希望大家 第七天一定要回教会来 回会所里头来 接受这个属灵的洗礼 他们的用意在这里的 用意在这里 好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Q&A回答完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 我们的公案说明 继续谈向上一路 我们就提到向上一路 是我们 这个佛门修行的最高境界 我们都知道向上一路是最高境界 可是我们得来谈一谈 怎么样达到向上一路 How to do 好往下 如何修向上一路 如何修向上一路 各位必须走不二法门 把它画起来 必须走不二法门 把它画起来 我们这周讲个实战派的 我们知道向上一路很厉害了 半生岁月 雪落无声 是向上一路的最高境界 可是问题是 你怎么达到 各位 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这条路叫做不二法门 不二不就是一吗 不二就是无双 无双就是一吗 叫不二法门 所以要如何达到最高境界 一定要走不二法门 就是走一阵法界 只有这条路 没有第二条路 如果你不相信 一阵法界是唯一的一条路 那就代表你的福保 福保 你无法信受奉行 你福保 可惜呀 可惜 要修到向上一路 一定要得走这条路 不二法门 那么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真相 我就是生命 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可以到父那边去 借着他什么呢 借着他传的 也是不二法门 我们后面会有证明 证明耶稣也有传不二法门 我们看今天能不能讲到 耶稣的不二法 好 再往下 当初有给大家看过这个了 我们讲 有的走的是摄像 摄是包含哪些呢 像尖端的科技 繁华的都市 高深的学问 美好的先进 各位这些先进都是属于摄像 进步的医学 有很多人 从这个地方要解决 宇宙人生的问题 用科技来解决 用经济繁荣来解决 用学术 甚至于有一些先术修先 还有医学来解决人生的问题 这叫做 由摄入手 我们叫摄不亦空 空不亦摄 有的是走这条路 很好 这个很好 再往下 有的是走这条路 空 摄即是空 空即是摄 真的是空啊 各位要打坐到这个 纯粹的空啊 不容易啊 不要说你尖端科技很困难 你要达到自空 达到飞飞飞向天的空 难啊 难啊 可是这两条路都不对 要到向上一路 你不能走空 你也不能走摄 就是有那条路 这两条路都 都对 都对 但都不就近 都对 但是不就近 够不到 够不到最深的那个点 你够不到 最深的那个点 怎么上去 各位来看往下 这个图我们上周也看过 一定要走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 不二法门 这两扇大门 空和射的门 推开来 你会看到一条门缝 走这个一 就走出去了 射和空 都是你自己创造的东西 也许大家知道 社界 这些不管医学 还是先进这些社界 是人创造的 你相信 各位你知道吗 空也是你创造的 空也是你创造的 但是无论走 多尖端的科技 或多尖端的空 我们都很钦佩 可是我们要讲实话 它够不到最高境界 够不到 为什么空够不到 因为佛性是存在的 只是它无法被描述 你硬要空 那就跟它背道而止了 佛性 它不是真的空 它只是无法被描述 它是具体存在 无色无相 无智无他 它不是没有 它有 所以你走空不对了 那你走有 为什么又不对了呢 走有 为什么又不对了呢 我们往下再看 各位来看 你心乱如麻的时候 你的世界就是 左边这个迷迷糊糊的世界 那叫做无明 心中千头万绪 大家看右边 离一夜夜接近了 你这个相机对焦越来越好了 清楚了 所以说你一直在有的世界 一直起心动念 你会像左边这个 你科技很高明 可是你还是找不到 回到天上的家的路 右边这个才找得到 问题一直起心动念 就是它没有办法交点 没有办法对准那个一 它对不准 所以我们叫它叫无明 那在无明当中的人 也很顽固 各位别看左边这个模模糊糊 它自己认为很清楚 怎么会模糊呢 你看有蓝色啊 还有大楼啊 怎么会模糊呢 它也会讲很清楚啊 怎么会模糊 你看过右边的以后 你还会觉得它很清楚吗 你见过右边的 你再也不会说左边的清楚 你见佛的人 你再也不会爱红尘 你爱红尘 我很肯定的讲 你根本没有见佛 你见佛的人就右边了 你怎么会在这喜欢 左边这个 硬要说左边这个 很清楚啊 明明左边这个就蛮清楚的 各位你不要跟他辩论 他说的很清楚 也是他所理解的清楚 顺着他算了 再往下看 不还不是一样 对焦一清楚之后 就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了 本来你看他左边这个 他会说 我很清楚啊 我明明就有看到有香蕉 中间那个东西 不知道什么东西 他也说 我看得很清楚 就是一种动物吧 他也可以说很清楚啊 可是你看过右边这个 你就再也不会觉得 左边清楚了 看过佛果的人 见着佛性的人 怎么还会爱慕 转眼成空的红尘 你打死他 他也不会回头 这个就是有的时候 会产生人一人之间的纠纷 有的人已经看到 右边这么清楚了 有的人还看到左边而已 所以两个人看到的 世界不一样 所以会有纠纷 你们知道吗 有人觉得 已经在右边的这个 会觉得左边的 你不够 在左边这个还迷糊的 会认为右边这个 你太狂热 他说你太狂热了 为什么他觉得你太狂热 因为他的世界 他的内心里头 没有办法感受到 你的内心世界 他感受不到啊 再往下 左边这个也是模糊糊糊的 可是他说 我很清楚啊 明明就是一个美女 你再看右边这个 你就会知道 哪一个比较美了 所以各位 修行的这个领域 很容易造成 人一人之间的误会 有的人已经修炼到 一针法界这个一页也接近 所以他已经看到 看到右边的图了 那个后面 左边那个还 火候不够的 他只看到左边这个图 可是他就认为 左边这个图已经够了 他认为够了 所以他不知道你在忙什么 你在忙什么 他不知道你在忙什么 他不知道 这就产生了很多的误会 各位他在忙什么 你看过右边这个图以后 你还会认为 左边这个生活是良好的吗 再往上看好了 上一页 我们再看一下 你看过右边的 会觉得左边的生活是良好的吗 再往上看 你看到这个清楚的大楼 你会觉得左边这个大楼的生活 这种生活是正确良好的吗 你一定不会那么认为的 但是 心灵的世界 层次 没有办法拿出来比较 所以 人与人的误会 肯定还是继续存在 可是啊 我们大家都还是要用 最大的耐心 最大的 诚恳 来彼此沟通 再往下 好 我们现在就要进入 为什么要一了 刚才给大家看到 你对焦不清楚 这是模糊的世界 好 要怎么样进入一帧法界 怎么样走不二法门 我们先来看 声颤大师的信心明 这个是重量级的 禅宗的文献 因为它很长 我就只摘录 好 我们往下看 虚明制造 不劳心力 非师良处 事情难测 你看这个 声颤大食物的多透啊 虚明制造 就是我们这个佛性啊 它是虚的 虚就是 无法描述 无法找到它嘛 可是 它却一直 常放 光芒 放昌极光 或是放生命之光 虚明制造 不劳心力 你不需要去 怎么样来修理一下 这个佛性 让它的灯 能够持续地照 是要充电呢 还是通电 110瓦的呢 还是220瓦的 要怎么弄呢 让佛性更亮 要怎么弄呢 让它照得更远 要怎么样呢 让我的佛性更大 更强 各位 不劳心力 不用 你不用 不用 不用 佛性它是制造 万古 不灭的 常极光 为什么佛性这么厉害 你用大脑永远想不透 你就一直在想 哎呀这个常极光 你可能偶尔看到以后 哎呀 我要 哎呀万一它灭了怎么办 哎呀 给它台风来了 哎呀万一我的佛性的灯灭了怎么办 台风会吹灭佛性的光吗 要赶快躲起来 你要问他 你为什么要躲起来 他不是躲风雨 我是怕他把我佛性的光吹灭 哎呀 不用想这些了 不劳心力 我们那盏心灯 万古以来 从来不熄灭 它叫做虚名制造 佛光普照 在人间 这么好的一件事 就看你 信不信 看你信不信 好 再往下两行 非是两处 事情难测 各位 你以为 修为到上升的人 是头脑很好 转得很快 很会 筹算 很会计划 错啦 错啦 要真正的回到 真如法界 必须是非思量 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你只要 不动心 启念 你就不会干扰 你佛性的运作 这叫做 事情难测 各位 他的事 就是辨识度 辨识力 你难以估计的 你不知道 他怎么这么厉害 这时候 有人就会在探讨 这个佛性 怎么这么厉害 放长极光 万古不灭的长极光 奇怪 而且怎么有 那么厉害的事情 难测 他的辨识度 或他的知识能力 怎么 这么深 怎么回事 你无法想象 这个地方 这就是基督教的 上帝的观念 我们的佛性 就是上帝的功能 就是上帝 上帝他很慈悲的 他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 原版复制 把他的佛性 给了亚当夏娃 耶和华 没有留一手 原版的把他的佛珠 复制给亚当夏娃 所以亚当夏娃 身上有跟耶和华 上帝 一模一样的 一个佛性 或叫做神性 而这个力量 就是上帝的力量 虚名制造 事情难测 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们怎么样 要来帮助众生 找回自己身上的 这个佛性 怎么样找回来 怎么找回来 这是一个问题 好 我们再往下看 真如法界 无他 无智 他这又在讲 我们身上的 这个佛性 他的和我的 都一模一样 这叫做 无他 无智 所以人是平等的 人不应该骄傲 如果你真的 悟得透透透 你会发现 他的真如法界 和我的真如法界 平等无恶 一模一样 这叫平等法 无他无智 好 再往下 要急相应 唯言不恶 你很急着要正道吗 很急吗 就一条路 唯言不恶 过来看 你想一世解脱吗 不恶法门 这十八个字 把它画起来 这个是经典中的 经典的答案 要急相应 唯言不恶 相应这两个字 包含大神通 你想要有大神通吗 不恶法门 你想要一世解脱吗 不恶法门 不恶法门 是必须走的一条路 你急着想要一世解脱 你不想再轮回到 但是受各种苦了 各位身体的病痛 烦死你了 哪个人身上不会病痛 女性的病痛又特别多一点 要急相应 你真的想要一世解脱 永断轮回之苦 唯言不恶 你就是走不恶法门 但是生参大师 悟得多透啊 这才叫做向上一路 为什么叫做一路 这是一 再往下走 不要往下 有即是无 无即是有 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社界的那些努力 高科技 高级的学术 医学 甚至一些纤素 这叫做有的世界 无的世界就是 入必进空 很厉害的空 佛魔不到处的空 飞翔飞翔天的空 可是 生参大师提醒大家 你走有还是走无 都一样啦 有即是无 无即是有 都 够不到 最高 境界 都 够不到 都够不到 若不如是 必不虚首 假设有一个宗派 特别强调 有这边 或是特别强调 无那边 那 你就离开这个宗派 不要留下来 他意思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也没有看透 你走 自空 和自有 两边 都够不到 最高境界 够不到 如果这个门派 讲不出这个来 他可能会比较厌倦 有的厌倦比较空 就从学术着手 从科技着手 那有的可能比较厌倦 这种起心动念 就从空着手 你必须 很清楚地知道 这两边 都是有违法 对不对 若不如是 必不虚首 如果你现在走的法门 偏有或偏空 太强调 有或太强调空 不强调一 这个不用 你就可以 挥别这个团体了 他意思是这样子 不用守 必不虚首 人生时光有限 不要浪费时间 一边是静不下来 一边是太过分的空 有这边是静不下来 所以你静不下来 是毛病 那一边又是太近了 没有办法运用在社会上 你跟枯木 跟冷冻鱼虾 有什么差异 冬眠的虫 有什么差异 你为什么那么怕有 那有的这边 为什么那么厌倦空 你们两边都有问题 应该是在空有当中 自在来去 拿得起又放得下 我跟你讲 你要自在来去 唯有一条路 就是不二法门 再往下 一级一切 一切即一 但能如是 何律不必 一级一切 你只要回到你的一里头 你只要回到 很有效地回到你的一 你就能够 从一的里头 创造一切的可能性 有人说修行浪费它的时间 我跟你讲 修行才是节省你的时间 你回到一以后 你就能够创造一切 现在是你自己火候不够 你火候不够 所以你祷告的灵光度就不够 那就觉得浪费时间 不过你说的也对 你祷告以后都不灵光 所以就浪费时间 你讲的也对 可是我要跟你讲 为什么你祷告不太灵光 很可能你的一的火候不够 你祷告的时候 东想西想 对不对 中南西北乱想 或是念佛的时候 一面念佛 一面在想 这个是 那个是 如果你是这种方法的话 当然你会觉得 休息浪费时间 对 你讲对了 浪费时间 因为你没有火候 可是你火候够的话 你就不会觉得浪费时间了 你会觉得 不祷告才浪费时间 我祷告一小时 我做的决策 十年都不会错 你不祷告的话 你做的决策 处处崩壁 到底谁比较节省时间 也许你祷告一周再做决定 保你十年的平安 你都不祷告的 或祷告都是那个 松松散散的 离那个医友很远 所以祷告 也无法预测未来 也无法解决事情 你就觉得好浪费时间 其实你说的也对 浪费时间那怎么办呢 那你可以不祷告 因为祷告有不灵光 但是你不祷告之后 可能状况会更差 所以我劝你干脆 练习 这个医一定要练的 一定要练 而且实际上 你一直在做定课的人 我有观察 我们很多天之辈 你不要气馁 你以前是千头万续 可能一万个念头 哇 生得很乱 我看你几年后 你剩下 以前是一万个念头 现在不错 我看你现在剩下七千个念头 好了三千个呢 可是你还是觉得自己很乱 可是你有进步 你还是要持续下去 那么怎么练义 这个我们过去都讲很多了 日常生活 没有必要的杂染 少碰 你人生短短几十年 心湖 一直动荡 不安 起伏不定 什么时候才能够归一一呢 好 这叫一级一切 你找过一就有创造力了 还有一切级一 一切事情 不会乱 你都有这个一可以去调控 我们说不乱 当然因为这是一个 众人的交互作用的世界 你很难让每一件事情都不乱 很难啊 可是呢 我们可以做到 至少一切都在你的一的 离体的掌握之下 也许你不能够改变它 至少你能够趋吉避凶 这叫一切吉避 当然这个解释方法很多 我去查这个佛光大词典 我很喜欢查佛光大词典 因为网络上面很多的资料 的可信度我也不确定 我可以查到很多资料啦 可是我一直认为 佛光大词典是比较 比较准确的 你去看佛光大词典 但那一级一切的 这个吉这个字 哇 那个解释 一百行两百行吧 一个字的解释 所以解释的方法很多 可是大家听听看 我们的看法 一切吉一 一切应该都在 在你能够调控之下 也许你不能改变 千万人的想法 叫一切嘛 可是你在你的一的 运作之下 你至少可以达到 趋吉避凶 或者是大事化小 或者是你有一个智慧 不去碰 不该碰的成缘 红尘的缘 不是都能碰的 走下去 恐怕几年后 你就发现是个孽缘 各位你人生才几十年 你有多少的时间去 走几趟孽缘试试看 有的孽缘 孽缘不是只两性而已 包含很多的职场 很多的人生的决定 各位你孽缘走错以后 你还有几年可以回头 所以我们 日常生活 真的要常常守住这个一 看后面所说的 但人如是合理不必 如果你真的能够做到 守住这个一 合理不必 不必是什么事情都被你终结掉 必就玩截篇嘛 每件事情到你的手上 玩截篇 收拾残局 我刚刚说 也许你没有办法逼每个人都听你的 各自不要紧 至少你找到一个 你看一切即一嘛 一切即一 什么意思 你至少可以自保 你至少可以逢凶化吉 至少可以大势化小 至少你可以防范于未来 有些不该碰的缘 不要碰 你碰了下去 十年二十年 也未必摆脱得了成员的束缚 恐怕你到归天的那一刻 这个成员还纠缠着你 何不十年前二十年前 你在一切即一的祷告的当中 你就自动不碰这个成员了 不碰不就没事了吗 所以我们如何 我们说要极相应 我言不过要极相应 相应包含能够撤脂很多的事情 你就一定要回到一真法界 而每个人的一真法界的那个意义 都是平等的 那么到底要花多少时间 可以到达你的一真法界 正如法界 我们来看底下 不二法门的公案及禅师欣赏 好 往下 兆州公案 栽制于碧原路 一样我很多的资料 我最后 网络上资料有时候 南辕北辙 我有时候就是会用佛光大辞典为主 或者是最后会以法谷山的版本为主 还有其次是中台山 大概我 真的网络上的传言真的很多 所以也许我讲的解释的方法 跟您所看到的不同 我先跟你做解释做说明 我最后可能会栽入的会以佛光山的 法谷山的或是中台山的 用这个来做决定 检选这个资料 好 我们往下看 声问赵州 万法归一 一归何处 哇 讲得真好 赵州大师一定也跟大家讲 我们要走一真法界 万念归一 万法归一 他归一了一了 那一归何处 换句话讲 什么是真如法界 你归这个一是什么的一 什么是一真法界 什么是真如法界 各位 他没有办法被描述 你必须亲自去看一看 可是 他可以有一个呈现的方式 有个呈现的方式 各位现在先要想 你先不要把真如法界 想象成是一个岛 像个无忧岛那样子 你就坐了 以一念为传 到了无忧岛 然后就踏上无忧岛 然后就到了 到了真如法界 你如果有这种想法 也可以 但这个想法 可能不太对 你可能以为真如法界 它就像 或者是一个国土 我就搭着一念之中 滑呀滑 这个一生当中就这一念 滑呀滑 滑呀滑 终于到达 这个真如法界 这个到了 然后我就把这一念 丢掉了 上岸 就解脱到了 你有这个想法的话 想象力丰富 有意识 可是你可以用这个想法 来辅助你认识 一生法界 认识真如法界 可是你这个想法 还不太对 因为你有这个想法 它也是有违法 因为它还在有违法里头 你自己把一生法界 或是真如法界 把想象成它是一个岛 或是一座仙山 或是一个天国 我就坐着这一念 到达 这个仙山的门 岸边的 船把它放下来 我就走上去 耶 到了 这个想法很好 作为你努力的目标 但是这个想法 一直是这样子的话 你会发现 无忧岛在哪儿 怎么念了几十年 还到不了无忧岛啊 怎么回事 那有人就很大方 那我干脆立刻停止祷告 立刻停止念佛 那就可以到无忧岛了 各位 那更到不了 更到不了 因为你一定是在 不眠不休 长点累月的念佛 或祷告之下 意念才够集中到那个一 这个一没有 十年二十年以上的火候啊 不够的啦 哎呀 十年二十年都不够 各况你十年二十年 又不用心 哎呀 可能三四十年 有时候都到不了这个一啦 但是我们先来看一看 万法归一 老和尚你只提 我们要一正法界这个一 那一到哪边去呢 往下 到周大师回答 我在青州坐一领布山 重七斤 各位看这什么回答 这回答厉害啊 我在青州定做了一件布山 一件衣服嘛 这件衣服重达七斤 这么重 折合换算成公斤 大概四公斤多 哇 谁的一件衣服四公斤多啊 哇 它本来 四十五公斤的 一穿上就没有五十公斤了 哎 这个衣服很重啊 这怎么回事 我在青州坐一领布山 重七斤 它的意思是这样子 各位要看清楚 衣在哪里呢 衣在生活上啊 衣在当下啊 让你归衣 就是让你活在当下的意识 可是我们这么讲又不太准 因为它真的是很难以描述 赵宗大师只是他尽可能的去解释 各位 一真法界这个一 这个真如法界 真如法界不是一个岛 不是一个州 不是一座山 它是一切 你是回到一切里头 你知道吗 你不是回到一个岛 不是回到一个山 你是回到一切的里头 你真的回到一以后 你就会知道怎么过生活了 各位 你们可能觉得这有什么好难的 我每天都在过生活 是啊 你那个是过生活了 可是你那个是没有一的生活 你回到一的人 你会很安住于当下 所以你不会厌世 你不会逃避有的这个领域 你不会逃避 你也不会去厌倦这个空 也就是说 你真的达到一的人 你的包容性特大 会回到一是什么东西呢 我跟你讲 回到一是回到一切的意思 它不是回到一个岛 一座仙山 一个山洞 水连洞 不是 我们一生法界 很奇妙的 极大同小 极小同大 无边无表 所以你回到一是什么呢 我跟你讲 你回到一是回到 再加一个字 回到一切 你真的回到一 你掌握的一切 所以我在青州 做一点步山 重七斤 这件衣服 四公斤多 重的不得了 两件不是八公斤了吗 它的意思是说 你就会过生活了 万法归一 衣归在哪里呢 衣归在生活上 而且是 你很会过生活 你的衣服 你的衣服都比人家厉害 人家可能一斤的衣服 你要七斤 你真的达到一针法界的人 你很会过生活的 不漏横跡的 看不出来是什么大师 看得出来是大师的 就可能还不是大师 有可能不是 但是 你真的回到一的人 是一个很会过生活的人 所以叫重七斤 也就是说 你真的回到一以后 会不会跟家庭生活脱节呢 完全不会 以前有人问 问清言行师 什么是佛法大义 他也是问他 如灵米价如何 真的到一就回到生活了 生活就是当下 而且你回到生活以后 你就会知道 该怎么生活 你现在以为你会生活 各位你不会生活 你很多的生活 你不谁缘 对不对 你现在很多生活 你不谁缘 你喜欢的就去过 你不喜欢的就去逃避 你喜欢的就接纳 你不喜欢的就想办法甩开 不是吗 而且你接纳的 未必是该接纳的 你甩掉的是 未必是该甩掉的 所以真正会过生活的 就是像赵州大师这种人 赵州大师 我们过去都提到 很厉害 你就叫他赵州古佛 真的到那个境界的人 很会过生活 叫做中七斤 一般人也过生活 他顶着中一斤 七斤的意思代表圆满 他会过一个圆满的生活 为什么 会到一 你就会知道 你是到达一切的意思 你到一以后 这度量特大 如果里头有一切了 你到底担心什么 所以你会发现 生活也是佛法的一部分 但怎么过生活呢 在生活中 为什么要你放掉这个一 总不能 比如说 人家问你 要不要参加会员大会 你只能不能念 地藏王菩萨 你回答 要不要参加会员大会 地藏王菩萨 他意思是 你还要放掉这个一 放掉一是这个意思 那你有没有 你吃晚餐了吗 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 你有病吗 你一定要放掉这个一 我们放掉这个意思 指这个意思 请问你在哪里高就 我不要起心动念了 地藏王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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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不要生活了 你真的回到一真法界 以后里头的能量最高 禅定最高 你无论碰任何事情 你都不会散乱 可是你还没有到 一真法界的一的时候 请你不要妄言 我已经到了 我就开始过生活 因为很多人都是 有的人是过生活 有的人真的是 喜欢红尘的日子 你不要假冒 假冒也许可以瞒得了别人 可是你绝对会 对不起你自己的原理 你会对不起你自己的原理 你明明就是爱红尘 你放不下 和那个人家很会过生活的 我讲禅宗大师 我跟大家讲禅宗大师最会过生活 像七子和尚 一波千家饭 孤身万里游 亲目赌人少 问路白云头 何等的豪迈 他为什么这么的豪迈 为什么一个波都这么快乐 他在正如法界里头 他在正如法界里头 所以你真的回到正如法界 怎么样回去呢 我跟大家讲 你一定要很专注这个意义 而且终身手之不动 定课做完之后 你就去做该做的事 不要整天神神经经的 在问你现在几点呢 地藏王菩萨 不是我问你现在几点呢 地藏王菩萨 你有病啊 然后跟人家坐车 人家在问你一些事情 走到那边祷告 恳求地藏王菩萨 这个就是 这就是 又是另外一种有为法 是一啊 是没错 可是一 也要放下 一到正如法界也要放下 什么是正如法界 我跟大家讲 生活上面就是正如法界的一部分 生活就是 可是我在这么讲 我就又担心很危险 大家又以为说 那我就已经到正如法界 各位你还没有到 没有到 大家都在过生活 可是那个不是正如法界 正如法界你一定知道 我跟大家讲一个具体的指标 你到正如法界之前 你会过一座桥 这座桥叫做阿罗汉桥 你还没有正阿罗汉 你不可能到正如法界 正如法界你要过第二道桥 叫做正道之桥 你这两道桥都过了以后 你才可能到正如法界 而你现在的生活是怎么样呢 这个还在阿罗汉之前的生活禅的境界 也就是说 我们是在另外一个境界 这个境界也是模仿一正法界的境界 这个是在模仿 要你们又顾得了生活 又顾得了修行 这叫生活禅 等你到一正法界 也就是说你过了阿罗汉这一关 过了正道这一关之后 你会进入正如法界 那个时候你就会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秘诀或法宝 你就很会过生活 而且你不但很会过生活 你的心仍然维持一心不乱 如如不动 环境如何变化 你的心屹立不摇 八风如何催你 你也不动 不过我们不要等到正道之后才来过生活 现在就要过 我们现在就要模拟达到一正法界 所以我们禅宗做的很完整的一个规划 就是生活禅 请你生活和修行要平衡 你不能只侧重生活而忽略修行 你也不能只着重修行而忽略了生活 两个一定要平衡 而我也跟大家提醒过 生活和修行当中 你要做一个取舍 当这个生活 起心动念太严重的时候 你要改一下你的生活内容 因为它让你起心动念太严重 你可能永远达不到正如法界 因为正如法界 你一定要经过两座桥 各位今天要听清楚 你不要你现在很会生活 你以为你已经到正如法界了 你问问看 你有没有经过那两座桥 一个是阿罗汉之桥 第二个桥叫正道之桥 正道过了以后 你才会到达一正法界 或叫正如法界的国土 碰到 而那个地方 我跟大家描述一下 那个不是一座仙山 不是一个仙岛 一正法界 叫做一切 一级一切 我跟你说 你到那边是到一切 各位你到一个什么地方 你是到一切 你是到一切 无法描述的一切 你在里头会有圆满的智慧 我刚刚说 也许你不能让一切的人都听你 但是你至少在那个一正法界里头 你会保护自己 大事化小 或者是逢凶化吉 所以说各位来看赵州大师就说 做一领布山 种七斤 他就是在鼓励这些学生 其实佛法就在生活当中 佛法就在生活当中 我们大家的修道人的生活 一定都要顾好 一定都要顾好 因为生活就是佛法的一部分 你要把生活中的一切都调理好 但是我还是在做一次的强调 但生活中很多事情 如果让你太过分的起心动念 这一走下去 可能十年二十年都难得平静 你自己要评估一下 你自己要评估一下 怎么做一个取舍 因为毕竟 你现在的生活禅是 模拟考的生活禅 模拟中的 还不是真正的生活禅 真正的生活禅 必须到 珍如法界之后的生活禅 才是真正的生活禅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边